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因为四处处于密闭潮湿的环境 增加患上妇科疾病的风险 平时女性应该选择穿透气性搅好且浅颜色的纯棉内裤 泡澡 白天惊弯一天的忙碌以后 睡前舒服的泡个澡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 女性比较爱干净 即使是月经期也不例外 但月经期间女性泡澡不仅会加速岁月的循环 使月经量增加 还会增加子宫被病菌感染的几率 引发妇科炎症 如果实在需要洗澡尽量深增 三个现象的时候 那么你多巴士更年期要到了 先早地改善一下吧 一 烦躁易怒 心情大变 因为在这段时间中啊 女性身体中的各项激素水平 开始变得不稳定 就会导致女性变得无力取闹 脾气很差 甚至啊会变得非常的悲观 一旦处理不当呢 可能会出现抑郁等问题 二 身体肥胖 尤其是下半身肥胖 也是因为女性身体中的激素水平调节方式啊 变得不同了 那么相应的脂肪堆积位置也会发生改变 很容易变得肥胖 三 骨骼肌肉的改变 当临际更年期的时候呢 女性朋友会出现各种的肌肉酸疼 也会出现明显的关节疼痛 因为女性朋友在这段时间 身体中的钙质流失会非常严重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补钙 女性朋友在临际更年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变化 泡面不卫生 那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比泡面更不卫生的一种食物吧 可能你早上还在吃 那就是榨菜 很多人都喜欢在平时吃饭的时候呢 吃一点榨菜 但是啊 其实吃榨菜还不如吃一点方便面了 我们平时吃的榨菜呢 都会稍微咸一点 这样就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 让我们吃更多的食物 但是啊 如果你每天吃一包左右的榨菜 那么你一天的盐摄入量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再吃一些其他含盐分的食物呢 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盐摄入量过度 让身体的尿酸增加 对健康不利 除此之外呀 我们在外面买的榨菜 多数都是不干净的 不论是袋装的榨菜 还是外面卖的散装榨菜 卫生条件都是有待考量的 虽然说榨菜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但是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考虑 大家还是少说23串一串 25还能鼓一鼓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今天就来分享两个拉伸动作 每天拉拉筋 一个月有望长高5厘米 要不要试一试呢 一 仰卧在瑜伽垫上 全身放松 双腿伸直 一条腿抬起 注意抬起的这条腿呢 一定要伸直 同时啊 我们下侧腿不要被带起 不然呢 就不会有效果了 用我们的双手去缓住 抬起腿的膝盖位置 再向内侧收一收 坚持10到15秒之后 放下换另外一条腿 重复动作每天做50个 二 坐在瑜伽垫上 双腿伸直 上半身挺直 先将左腿收回 让左脚的脚心 对着右腿膝盖位置即可 之后手臂带动上半身 向腿部靠近 用我们的双手去触碰右脚的脚尖 停留10秒之后还原 反方向 重复动作每天做20个即可 注意在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字来几天呢 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当月经啊 不在这个范围的时候 大家最好去看看医生 越早越好 月经期间正常应该是 三天到五天 根据个人的身体差异呢 所以一般月经啊 是两到八天都是正常的 但是当月经超过十天的时候呢 那就代表你的月经不是很正常了 月经延长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子宫内膜变后 如果不重视的话 严重会导致子宫肌瘤的出现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尽早的就医治疗 才是对身体最好的 女性朋友在平时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注意 少吃良性的食物 比如说螃蟹 苦瓜等 这一类的食物呢 都会导致子宫受寒 加重身体的不适 在平时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补气养血的食物 比如说松子仁 百合 乌鸡等食物 只有日常的护理 才能让身体 就是呢 有三种材料呀 是不能用来泡酒的 喝一个 没一个 如果家里有呢 劝你赶紧扔掉 不要喝了 一 苍儿子 苍儿子有微毒 如果经常使用呢 会对心脏起到抑制的作用 进而啊 导致心率下降 让心脏的收缩能力下降 过度使用还会导致 腹胀 恶心 头晕等 不良现象的出现 二 马前子 马前子的毒性呢 就要大很多了 如果大家平时的时候 用它来泡酒 长期服用会导致 非常严重的身体问题 甚至会出现昏迷和呼吸困难的现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泡酒喝 三 草污 草污可以起到兴奋神经中枢的作用 经常喝呢会对人体的感受神经和运动神经起到麻痹的作用 如果你家有这种药酒的话 那么就要记住 一定要尽快扔掉 不要喝了 那如果大家想要泡酒的话 一定要选择合格的白酒 而且泡制的时间不宜过长 也不就一定要多吃的一种食物 不但能够延缓衰老 美容养颜 还能延迟更年期 减少负面情绪 那就是大豆和大豆制品 因为这一类的食物中含有丰富的大豆一黄铜 当女性40岁以后啊 我们身体的卵巢呢 就开始慢慢的衰老了 身体中的雌激素开始下降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更年期综合症 但是大豆中的大豆一黄铜呢 恰好和我们身体中的雌激素结构非常相似 可以说是天然的雌激素替代品啦 就可以多吃一些 除此之外呢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也可以口服 维生素E和葡萄籽 这一类的抗氧化剂 都有非常好的延缓衰老作用 人们都说 男喝牛奶女喝豆浆 是有非常大的道理的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坚持每天一杯豆浆的话 会让你更加的有 随着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各种富贵病呢 也就找上了我们 尿酸膏就是其中之一了 那今天呀就来分享一下 一般尿酸膏的人呢 都会有的三个共性 看看你有吗 一 40岁以上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身体的技能呢就开始下降了 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中尿酸的排出 会导致啊身体尿酸增高 二 身体肥胖的人 因为这一类的人呢都会比较喜欢高油脂 高热量的食物 就会导致身体中的飘零升高 尿酸升高 尤其是中老年的男性肥胖者 三 长期久坐 应酬比较多的朋友 这一类的人群呢普遍压力很大 而且呀运动很少 经常的久坐 生活没有规律 就会更容易尿酸升高了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工作的原因呢 尿酸膏啊已经开始越来越年轻化了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 加强运动多吃 上都会长一些小水泡 而且特别的痒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呀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造成手上水泡的三个原因 一 汗泡疹 最常见的呢 就是在我们的手掌侧面 或者是手指指缝间呀 这种的小水泡呢 挤破之后会有清澈的液体流出 还会掉皮 疼痛和骚痒 尤其是在春天夏天的时候 会磁起皮肤的发作 造成汗泡疹的出现呢 多是因为饮食不当 或者是脾胃虚弱导致的 二 化学药物刺激 因为我们的手啊 时不时会碰触到一些化学药品 尤其啊 是有刺激性的 就会导致手部的皮肤脱皮 甚至会出现皮肤炎的问题 也会长出小水泡 三 干燥性皮炎 在秋天呢 最容易出现了 可能是手掌脱皮 也可能是手指上有裂口 大多数的时候啊 和我们平时的时候使用的 碱性香燥和洗手液是有关的 肘上出现不适 虽然是小问题 但是啊 还是让人非常难受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